本期的比赛主题就是为这些可爱又迷人的反派人仔建造犯罪窝点 不是,应该叫邪恶的秘密巢穴 自负小哥组抽到了机器人 小哥这一次终于不装逼了 决定和搭档稳健地合作一次 他们做了一个邪恶的机器人基地 机器人们想要占领这个地球 他们正在奋力和人类对抗 自负小哥组弱化了战争的性质 将机器人设定成用香蕉攻击人类 所以剧情从一场暴力对抗变成了滑稽的无厘头 基地上方是一个大的机器人头部 打开里面藏着能够摧毁地球的超级武器 这个设置是整个作品的点心之笔 载具部分他们做了一个小飞船 可以在履带上发射 除此之外,作品里还有很多互动点 比如这个陷阱牢房 缺点在于他们作品结构上看不出重点 整体显得有些杂乱 但小哥们认为这依旧是自己目前做的最好的作品 少年组拿到的是阿拉丁神灯里的那个精灵 评论说想看到飞毯的设定 于是小哥们决定将飞毯做成载具 神灯做成炮台 小哥俩之前没有做过球体 对于阿拉伯这种洋葱顶建筑 用乐高砖块做难度很大 所以小哥使出浑身解数 也只做完一个屋顶 剩下的只好用其他元素填补 童话里的阿拉丁神灯是给人们实现愿望的 少年组的这个神灯精灵 则是真正的呆饿人 他偷取人们的愿望 储存在箱子里面 从而让人们感到绝望 暗黑系的配色 更是为黑童话 营造了不寒而栗的感觉 小哥俩的互动装置做的还是不错的 摇动神灯炮台侧面的手柄 可以发射炮弹 飞毯载具后面 还加了现代的喷气装置 但他们没有分配好时间的问题 也暴露在没做完的屋顶上 他们浪费了太多时间攻克洋葱顶的问题 导致整个作品有些虎头蛇尾 但好在他们的酷是不错 应该能帮回点局面 下一期邪恶潮学最终篇 本期是淘汰赛 这意味着又将有一支队伍要出局了